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攻擊了 台灣時間的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普丁宣布要在頓巴斯進行軍事行動 強調他並沒有要佔領烏克蘭領土 而是為了要保護烏克蘭不被挾持 話才剛講完 烏克蘭主要城市就傳出遭到飛彈攻擊的消息 包括首都基輔也被炸了 在烏克蘭的國際媒體都在直播的時候 錄到爆炸聲響 網路上流出遭攻擊的殉狀雲 烏克蘭人民慌忙逃離 躲進地下避難 烏克蘭外交部長已經喊話 要各國必須要擋下普丁 情勢變化很快 有可能到我們影片出來的時候 又有點不一樣了 我們會盡量跟上 很多國家像美國跟其他的歐洲同盟 還有澳洲跟日本先前 已經宣布要制裁俄羅斯了 其中德國的動作最引人矚目 德國總理肖子表示 已經暫停海底天然氣管線 北溪二號執照的申請 專家認為這是德國 對俄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 所以真的有轉很大嗎 大家好我是范淇淇 歡迎收看范淇淇的today看世界 北溪二號是一條全長 1230公里貫穿波羅地海的 海底天然氣管線 完工之後 預計每年可以從俄羅斯產地直送 55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到德國 超過德國全國一整年天然氣用量的一半 這樣你就知道這個量有多少了吧 既然叫做北溪二號 就還有個北溪一號 那兩條是平行管線 一號早在2011年就已經上路了 只要二號也上路 兩條管線合計每年可以輸送 110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超過所有歐盟國家總計 四分之一的天然氣用量 目前歐洲天然氣有43% 都是從俄羅斯進口 一旦北溪二號開通 來自俄羅斯天然氣比例 將大幅提升 所以美國英國烏克蘭 及一些歐盟國家 像波蘭都很反對這個建案 擔心歐洲國家過度仰賴俄羅斯的天然氣 就會強化俄羅斯在歐洲的影響力 開心的時候就給不爽就斷 是不是讓人氣到斷氣啊 至於俄羅斯蓋的理由則是 原本的陸路管線有點舊了 加上管線要行進白羅斯跟烏克蘭等國 俄羅斯必須要付這些國家過路費 因此乾脆直接太舊換新 該條不用經過其他國家的 海底管線比較划算 於是就砸下了110億美元 來蓋這個海陸 光是過路費 每年就可以省下10億美元 事實上俄羅斯跟烏克蘭 就曾經在2006跟2009年 因為喬不攏過路費 俄羅斯一氣之下就暫停輸送天然氣 那一次就把歐洲搞得人羊馬翻了 北溪2號背後也牽涉龐大的經濟利益 管線在去年9月已經完工 一旦啟用就能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 帶來150億美元的利益 但這間公司是國有的 它在北溪2號裡面佔股50% 管子裡跑的天然氣又都是俄羅斯的 這一看就不大對勁了吧 所以德國一直不給過關 希望俄羅斯將北溪2號的所有權 轉移一些給其他公司經營 現在就卡在德國跟歐盟委員會的執照申請 去年12月才剛上任的德國新總理肖茲 是梅克爾時期的財政部長 肖茲所屬的社會民主黨也挺就像個計劃 所以外界都預期肖茲應該會支持北溪2號 也確實了 當俄軍逼近烏克蘭邊境的時候 肖茲一開始的態度就很曖昧 現在大動作的要求暫停審排照 很多專家就說應該是跟美國達成協議了 肖茲在這個周圍就表示俄羅斯承認烏東地區 獨立已經嚴重違反國際法 所以德國有必要要向俄羅斯表達明確的訊號 告訴俄羅斯這麼做勢必得要輔助代價 德國的研究員就評論 這話代表了德國在能源安全 及對俄羅斯外交政策上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既然問題這麼多 為什麼德國還會這麼想要呢 這跟德國的能源轉型有關 作為綠色能源革命的一環 德國想要徹底的擺脫核電跟燃煤 但目前再生能源還不能夠補足電力缺口 得要靠天然氣擋下 也因此德國一直強調 這是為了能源安全 同時也可以將天然氣運至奧地利 意大利等國家 現在歐洲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天然氣價格又要漲了 去年冬天全球燃料需求增加 歐洲天然氣價格飆漲 最近好不容易才降下來 但還是比去年同期來的高 去年這個時候天然氣價格 只有每千度16.3歐元 但在周二已經飆到 每千度78.55歐元了 不過分析師指出 不管北溪二號是不是能啟用 都不至於影響到 今年冬天的天然氣價格 因為北溪二號本來就最快要到 今年下半年才可能啟用 歐亞集團的能源及氣候資源總監表示 這兩個月 歐洲靠著增加液化天然氣的進口量 才稍微緩解了歐洲的能源危機 順利的話 再過一段時間氣候回暖 能源用量就不會這麼吃緊了 但他也指出 如果衝突持續升溫 俄羅斯決定全面暫停輸送天然氣 給歐洲國家 這段時間 來自美國跟卡達的液化天然氣 將無法填補能源的缺口 聽起來問題很嚴重 不過目前多數媒體認為 俄羅斯不大可能做到這麼絕 畢竟俄羅斯要靠天然氣才能夠賺錢 普京隨後也在卡達的天然氣峰會上一書面表示 俄羅斯會不間斷地向全世界提供天然氣 並且提升對天然氣產業的投資 俄羅斯這段話可不可惜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俄羅斯去年底就很常逆向輸出天然氣 也就是說原本應該從俄羅斯行進波蘭 往西送到德國的天然氣 時不時就會逆向反過來 從德國往波蘭流出 這個狀況到現在已經持續十週了 這可以幹嘛 就是讓歐洲國家的天然氣儲存量更低 能源諮詢機構的專家就指出 今年冬天 歐洲的能源緩衝儲量 已經比往年更加仰賴進口 傳統上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 每年有20%的天然氣 都是從波蘭送到歐洲 但今年的流量很不穩定 導致今年歐洲不確定 能從俄羅斯取得多少天然氣 說到第一德國不給北溪二號過關 就是在對俄羅斯說重話 你入侵烏克蘭我就制裁你 希望能夠嚇到普丁收手 但這個制裁有沒有用呢 包括紐時華有華爾街日報 幾乎我看到的每一個專家都說沒用 原因就是俄羅斯已經被經濟制裁很久了 已經發展出一個特殊的經濟體質來適應 而且普丁也一再跟俄國人說 你覺得我們現在不這樣做西方就不制裁我們了嗎 誒說了也是 之前已經有評論指出 俄羅斯打不打烏克蘭的關鍵 就是普丁判斷 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 俄羅斯是不是可以挺得比西方國家久呢 如果答案是俄羅斯可以挺 那普丁就會打 所以大家覺得呢 經濟制裁有用嗎 西方國家跟這些極權國家 可以這樣一邊喊打一邊做生意嗎 戰略模糊可以撐多久呢 你如果喜歡這節目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ght Today官方帳號 他就有每天把重要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到Light Today國際欄目裡面 就我們所有的報導 分享給TODAY看世界 天人為你精選一則國際話題 帶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們明天見